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 不管是飞还是爬 山姬就是山姬 想要变成凤凰是不可能的 韩大少爷你放心 不只是在学校 无论在哪里 只要我远远地看着你就会赶紧走开 还有啊 你有完没完 嫌烦就下车呀 少爷 我可是太太派我来保护安小姐的哟 真正受威胁的人是我好吧 蝙蝠侠先生 记住了 一定要喊我韩少爷 听到没有 别说什么事 我必须说不是像我 是南姬 小姬 我们的公主 是南姬 我们的公主 有什么公主 是南姬 我们的公主 同学们 同学们 都听好了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女佣 以后有什么事情想要找她的话 请管啊 妈 咱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现在已经正式成为 斯蒂兰学院的学生了 这里 就是您和爸爸曾经学习的地方 我会像您一样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想什么呢 小楠 你怎么在这儿 我让我爸给我转学了 小楠 谢谢您 是屁了 我来这里也不完全是为了你 主要是听说这里帅哥多 你不进去站在门口干嘛 没什么 咱们走吧 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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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我 听说 听说 木头也会说声sorry 一般的可以 我却只想爱你爱你 我每夜想想想想想 想了又想想到天亮 你一个喷嚏 我就紧张 是好歌太强 我当当当当 你当了又当当 你起床 大大的case 这就来献上 帅哥帅哥 哪里有帅哥呀 走 揍他 让他蹲 对 揍他 揍他 学长 对不起 我错了 你走路没张眼睛 是不是 那个人叫高盖 是A班的第二号魔王 家族势力庞大 不是咱们这帮小老百姓惹得起的 走吧 揍他 想要在四地兰平静地学习生活 有时候就要学会忍气吞瘦 不过你今天没有打抱不平 不像你呀 我是来学习的 其他事情跟我没关系 嗯 也对 走吧 走吧 快点蹲 他很教训 哎 你软骨病啊你 啊 这点书你都拿不完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A班的作业 哎 你快点 真气愤 走吧 你老拥不了呢 真笨 他怎么弄啊 哎 你你给我 快点 哎 好的 哎 找找帮你去 大家好 嗯 我是新来的 我叫安初夏 这些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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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追 别理他们 这些学生求职 走 走 好 这 这 把这些东西 和你去 你去 待会儿 回来 跟着 帅主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都是小儿可 论罪当初的还要数寒其露 在咱们没来之前 她就赶走了一个 对她表白的女生 也巧 那个女生 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 这倒像她的作风 对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蒙小楠是什么人啊 除了花痴 最擅长就是八卦了 来这之前 我就把学校的底细摸得门清 校长来了 小师 同学们 大家静一静 现在宣布一个事情 你们的班主任 马建国老师 因为在A班的军训中 受了误伤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在她回来之前呢 有有田老师 暂时代理班导职务 以后啊 你们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不懂的 就可以多问问 其他老师 报告 这位同学 你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让人欺负了 我没事 这脸红成那个样子 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 问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看 我 我走路没看路 这怎么回事 撞树上了 我靠 那 干什么呢 那位女同学 嗯 怎么回事啊 嗯 没事 哦 回去吧 走 走 你不知道的事 哎 待会儿到校医务室 去检查检查 啊 那是 走走走 哎呀 好了没有 哎呀快了快了 心局吃不了肉豆腐 你别老催 回头我再给你缝肉里头 哎呀 就你这样啊 你到底行不行啊 现在你除了相信我 还有其他选择吗 总不能光着屁股满街泡 哎 人家指哪打哪 你指哪扎哪啊你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以前都是扎小人脸的基本功 现在实操起来 难免有些冲突 好 好啦 完工 怎么有点怪怪的 哎 别怕 我从小就研究时尚品牌 在裙板上 可以给你加点小设计 特别有加州时装周的感觉 保证让你咽压裙风 是巴黎时装周 嗯 你说的巴黎时装周 跟我说的加州时装周不一样 好 不是 你缝了没 没问题吧 总感觉他们眼神过怪的呢 哎 当然没问题啦 从他们的眼神中 你没读出羡慕吗 等你晚上自己回家看看 就知道我有多爱你啦 是不是啊 你别骗我读书少啊 哎 安安啦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拿出名模走秀的风采 来 自信点 挺胸 冯小男 哎 我回家要是发现 你给我腿排放得不好 我就拿刀子跟你快移恩仇 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开心了 对了 我现在给你拆了 现在拆 哎 athletics 哎哎哎�arya 好好好 我错了 你风采什么样我都认了啊 嗯 走 这才对嘛 还有我蒙小南的功力 这点是算什么 对不对 走吧 好吧 走 我相信你 要不咱们先走吧 她又不是不认识路 夫人来的时候跟我说了 必须把你和初夏小姐 安全地带回去 现在袁姐不在 你什么时候对她这么殷勤 表里如意 是咱们老汉家 几十年的信守的宗旨 你忘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 六哥不在家要听谁的 我当然知道啊 老爷不在 我为夫人马首是瞻 恩初夏你这个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等了这么长时间 放屈罗 我救救你 别让我走 放屈罗 我救救你 我救救你 别让我走 我只 我只救救在你身边 同样的话 我不会再说第二 看什么她带走啊 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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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 上车 初夏 来 拜拜 拜拜 初夏小姐 别生气了 小雪 跟咱们少爷 根本就没什么事 好好开车 小初夏 今天的学校还顺利吗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跟我讲讲啊 圆圆姐 我先回房间了 哎呦 这是谁欺负你了 怎么回事啊 圆儿姐给你出头啊 没事儿 谢谢你圆圆姐 我先回去了 哎 哎 哎 是不是你欺负她了 有您撑腰 我哪敢呢 哎 哎 不乖 你去把它哄好了 你要是哄不好 你的天文放大镜 知道了 太太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 你走路没睁眼睛啊 是不是 知不知道 这都是A班作业 季洛 季洛 我真的很爱你 以后这种为了显示礼貌 然而没有诚意 根本就不是为了得到主人同意 而敲门的动作 就免了吧 这只是我对自身的要求 还有 我要纠正一下 不要反客为主 这是我家 既然你这么喜欢讲道理 那我就跟你讲讲这里面的道理 这里虽然是你家 但是 圆圆姐说了 这个房间是我的 在你没有正式成为韩家主人之前 圆圆姐说的话你必须要听 既然他这么说了 就说明虽然我没有所有权 但是 我有使用权 你这么言语于律迹 就应该明白 在使用别人的东西之前 要得到别人的同意 不问自取 极为道也 不错呀 我就明白了 你明白就好 我做事一向说到做到 你答应我要离开韩家 现在却赖着不走 这点也让我看着很不顺眼 我留下来是因为我 因为什么都不重要 总之你一天不离开韩家 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要不是以非斯蒂勒 我早就走了 大家看一下这幅画 这幅画呢叫《格尔尼卡》 是毕加索的一个剧作 咱们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毕加索 毕加索的原名叫巴布罗·鲁伊斯·毕加索 他是西班牙人 他的出生是在1881年的10月25日 1973年4月8日病逝 这幅画表现的是 德国空军在1937年 疯狂轰炸西班牙小镇 格尔尼卡的场景 以激动人心的手法和艺术语言 控诉了法西斯战争惨无人道的暴行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要有反抗 对 肉 我要吃肉 怎么了 我都惊了 有天老师上课 别还没药还管用 一分钟我就能睡着 我觉得有天老师讲得很好啊 从构图到寒意 都讲得严谨一概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总结起来呢 就是十二个字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要有反抗 对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要有反抗 还真是十二个字 不过说得轻巧 他自己在学校都到处受排挤 也没见他反抗呀 说到和做到之间呢 需要一个过程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站起来的 初夏昂 天帅子 你走路不会看人啊 我眼睛又不会拐弯 谁让你突然冲出来啊 不会学吗 你不是很好学吗 韩七路你说话客气点 我可不怕你 我不用你怕我 只需要你听我吩咐就行了 等你有一天跟我留一言的时候 我会听的 毕竟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吗 这是女佣跟少爷说话的态度吗 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你的女佣 这点需要你承认吗 你可不可 我不可 我可 去买香可乐 送到一班 初夏 我跟你一起去吧 看什么看 不认路吗 没有必要初初针对一个女生吧 怎么能这样啊 不服一下人家 你听说了吗 夏夏 安初夏和韩七路吵起来了 作为一个女佣 胆子也太大了吧 一个女佣 能进这学校学习 还敢跟韩七路吵架 这里边的关系一定不简单 你听说了吗 安初夏和韩七路 绝对不是简单的女佣关系 你想想啊 她能领韩七路的嘴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肯定有点资本 对对对 你说是吧 你知道吗 安初夏之所以作为女佣 还能进入学校学习 还敢跟韩七路吵架的 根本原因是啊 安初夏还了韩七路的孩子 我还个孩子 不必要 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徐菲姐 你看 徐菲别人了 这不是韩七路吵架了吗 听说她满口了吗 别人好了 徐菲姐 我听说 我听说安初夏那个小贱人 还了七路哥哥的孩子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安初夏 怀了七路的孩子 对啊 他们都是这样传的 喂他儿 你好莫小姐 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不用找了 谢谢莫小姐 是 徐菲姐 走 去毕班 韩七路这个王八蛋 要不是为了留在死底栏 老娘一定把他打成二欺残废 乌奶奶 你要是听我的 咱俩哪会受这个苦啊 不好意思啊 连累你了 你说这句话就是瞧不起我了 咱俩姐妹一场 好歹也得有难同当吧 初夏 回来了 这可乐啊 你找死吗 没吓到你吧 韩少爷 人家真的不是故意的啦 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是吗 不是 还有力气 那既然还有力气的话 就把这些可乐都分了 每个人都得分得到 不够的话再去买 还是我来吧 你怎么不替他去上学啊 去啊 我自己来 我这就去 初夏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你们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给我砸 砸砸我 砸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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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上过了一下 暂停的人潮各自散去 哪一个背影是你吗 一瞬间回忆向满尽头 碰着温热的咖啡 心却无所失踪的颤抖 该联系那一种表情啊 万一你想起我的时候 我会永远爱坐在我对面的男生 那善情的告白重复和时光需求 以为的可以的可以离开的理由 隐隐作痛的心酸 我可以自己拯救 我会永远爱坐在我对面的男生 还别来无恙就别泄露一点要求 每一只风筝只为一根线冒险自由 远离你看起来的很幸福 听说你怀了七路的孩子 谣言考验之声了 误会 我就删除下 如果你再走 我就把你的嘴缝上 我们再叫其他人来看看 醉了